北京时间1月8日凌晨3点45分,西甲第18轮一场焦点战,黄马做客巴莱多斯球场挑战塞尔塔。 早场巴萨的比赛中,梅西、苏亚雷斯、保利尼奥的进球驻巴萨3-0取胜,多塞二场的巴萨领先黄马17分之多。 黄马如何回应? 贝尔成为英雄,在零年1月落后的情况下,连进两球反超。 本则马,拉莫斯受伤缺席,卡瓦哈尔竞赛,逼迫黄马做出调整。 西罗和贝尔搭档双前锋,其达内指望着两人进球。 不过第33分钟,黄马丢球料,瓦斯的吊射洞穿纳瓦斯的食指关。 责任人是谁? 不是纳瓦斯,也不是后卫,而是前场球丢的西罗。 西罗被断球,塞尔塔打出反击,黄马后防空虚丢球。 好在黄马有贝尔,第36分钟,克罗斯直传,贝尔超车高速插上,近区左类9米处左脚斜射球门远角得手。 贝尔的跑位和速度简直无解,先,让,对方后卫5米,再追上,超车甩开5米。 球迷调侃,贝尔如此霸道,不讲理,交警要管管。